保理政务理社区法小企与各位 今年都加共对社区历史中价的照顾服务 同组推动 尤其没几社区都有推动 既加关怀方式 各位特别规范现实 请专家制度社区志向既加方式的要领 以及需要注重的顺项 阴望关怀中价的既加服务 可以有效价以及效价目标 高零风险家庭 完全没有银行物质 而且还把责任都归属于个体 或个别家务 高零风险家庭的定义 跟可能免任的困境 这类家庭 可能是没有每个政府协助标准 但更是有需要社会主委提供协助 就必须靠社区的主委来协助关怀 我们将传统守望相助不断的再扩大 那这些志工 慢慢的接受各种不同的训练 可以做更完整的同胞 要能够让志工认识什么叫脆弱家庭 我们也可以由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 发挥资源整合的一个能力 为这一些有需求但未大开案的 指标的这一些脆弱家庭 可以获得所谓的协助 保理定福利社区发生基金结尾 担对社区来普遍存在高龄风险家庭 如何由社区主委协助 开办相关键实固定 希望由社区志工 先等起这项人物 更清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社区有一些孤独的老人 那独老的定义又更深切的去认知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社区里面 把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找出来 然后我们去关心他们 看他们有什么需求 甚至就是短暂的陪伴聊天也是很好的 就希望训练一批比较轻壮的志工 能够担任我们的仿式志工 那尽量在长者第一阶段有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个发现 运用社区人力和主管 建立社区安全帮 是保理定福利社区发 关怀的组络家庭结尾行目的重心 邀请专家资党 备分社区志工 减划关怀的方式的好业和目标达成 我们发现这些人心灵特别脆弱 这些人防卫心也特别重 然后我们需要要先跟他们打成一片 这需要志工非常的用心的去赔力 然后要请真的很多专业的师资 来跟我们一起来研究 体上帮助这个脆弱家庭的居民 能有得到更好的协助 帮助儿童还有长辈有更多的改善 主办单位表示 副合政府关怀的协助目标的对象 可以由社会福利机关提供需要协助 但是不符合标准 较少许是需要协助的组织家庭 社区就是最大的资源力量 也因此结尾目标 就是协助社区 不分国有关怀方式专业的志工团队 发现社区可能风险家庭 在需要时提供协助和关怀 即将王朝鲜彩虹报道